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最後一次逛松菸成品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黑卡中心 我們走吧 快點 好熱喔 好像要講一下為什麼這邊要改裝 因為大家之前有新聞 信義成品要收掉了 沒錯 然後他們24小時的書店 就要搬來這邊 所以所有的櫃位都要再做重新的調整 因為這邊就會變成成品在信義區最大的一個商場 對 他們好像會變得蠻看重這裡的點 這個點 所以裡面的櫃位陳列跟所進駐的品牌也會有所調整 對 他們還是號稱自己有50年的地上經營圈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在這邊長久的經營下去 對 所以我們就要開逛了 有冷氣的地方才是天堂 我們要去的是位於三樓的黑卡中心 對 欸 你是黑卡會員嗎 I am me too 然後一張黑卡最多是可以額外多帶一個人進去 像今天如果是只有他有黑卡的話 我們兩個就可以一起進去 但有第三個人的話就要再出示一張黑卡 沒錯 而且裡面的食物也蠻好吃的 我們今天就購出去了 我們要在那邊吃午餐 耶 這裡就是黑卡中心 非常地道 好像要等欸 好 謝謝 好 謝謝 十六組 十六組的話應該 以我等候的經歷大概要等就是半個小時左右 太久了吧 半半個小時 我知道樓下有很多可以逛的啦 好啦 我們去逛一下 對 帶你去一家只有這邊才有的小店 那就在這裡 我剛剛跟品牌主理人Alice聊了一下 她常常會在櫃上服務客人 那我們就請她來小聊一下她的香氛品牌 來 我們是胖胖五斗櫃 我們是一個以故事香氛為主的香氛品牌 我們有香水 髮香噴霧 空間噴霧和室內擴香 那主要呢 我們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有十個香氣 都是用人名下去命名的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香水跟人一樣是有不一樣的個性 另外就是啊 我們就是十字香氣都有請一個作家 馮國軒作家 幫我們寫文案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通過文字跟香氣 可以勾起客人一些美好的回憶 我跟你說 我最喜歡吃這個 樓地 樓地 它是白茶雪松 有點木質 但又沒那麼木質 蠻放鬆的味道 這個很長 我買它的空噴 空噴是什麼 空間噴的 後面這個也要堅持 空中噴射 好超新喔 因為感覺吃到烤肉噴 吃到火鍋不太適合直接蓋蛋翔鏡 應該會很扣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有拿來除過地鼠 是嗎 就我有一次打拉屎 好噁 我就想說 我們看這個東西的能耐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就在廁所狂噴猛噴 然後過了大概半個小時後吧 我要去洗澡 那我一打開 就是只有淡淡的綠茶清晰 還是飄色 我覺得從此就是被嚇到 而且這裡面有綠茶 反正也可以出澡 對 這個味道洗澡剛剛好 好治安 那髮香跟蛋香精茶在哪邊啊 做髮香噴霧呢 是為了讓一些可能家裡香水已經很多的客人 還有多一個選擇 那髮香噴霧用在頭髮上香氣非常的自然 而且在夏天也不會因為流汗 然後香氣變質啊 變掉啊 或者是比較容易消失 它停留在頭髮上 它的持香度有到六個小時 而且它不會像香水一樣 放在頭髮上會引發感染 因為它裡面的殘屍蛋白有保濕效果 所以它除了帶來香氣之外 它還可以收服毛躁 那很不錯耶 那我要靠一個味道的分分看髮色 我不知道啊 妳要分分分看 因為我沒頭髮 我要分這個 因為我自己有買過髮香 我覺得髮香好像比較是那種月籍的味道 就比自己聞的比較出來 分這個後味很吸引我 我很喜歡它的汗味 那跟黑卡的後味比較喜歡那個後味 哈哈哈哈 希望黑卡沒有後味 哈哈哈哈 我們很知道有些人會站穩嗎 這不要失去它追的意義了嗎 可是真的很夠的追站穩耶 我不懂後面在講什麼 我覺得真的要補及一下的香氛姿勢耶 但是去 可是不就是這樣子嗎 去揪麻農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東西拿起來 乳紋裡面啊 因為它怎麼會把味道放在這裡 都會散掉啊 當然是要先蓋著啊 記得要散粉啊 就覺得每個味道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但這才是香水的真諦啊 要不然你看你前面一口很喜歡 結果你買了100ml回去 你噴不完的啦 哈哈哈哈 就是在頭臭冷靜 我沒頭臭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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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地就是 General Barbie 嗨 Barbie 嗨 Barbie 嗨 Barbie 就是President Barbie 這應該就是Alan的味道 我女持友的味道 幾層的Alan的味道 這是那個 Moyer Barbie 都沒有啦 那哪個是怪吧 我覺得這個是怪吧 你真重一點 就是得諾貝爾獎的BB 所以我這個味道 是大人渣的嗎 他們前面會怪你 好啦 他們前面會見 網路上有可以找得到你們的資訊嗎 我們現在實體櫃點的話 是只有搜菸這邊 但是我們現在有自己的官方網站 只要在Google上面呢 打胖胖五斗粿 或者是Instagram Facebook 都可以很輕易的找到我們喔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旁邊的花開得很好看 很令人在意耶 我們去看一下 對啊 我剛才有注意到 就是這邊 你看這個 好可愛喔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花 但都好可愛喔 對 就是我覺得會出現一些不常見的 你看像這個 這個我就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 牡丹菊 這牡丹喔 它旁邊有寫 這是很特別啊 然後像這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很漂亮 日本《飛燕》 覆蓮花都很好看 我們歡迎 娜娜姐 嗨 妳好 就很想問娜娜姐 為什麼妳會想要在松菸開一個花店 我覺得很喜歡這裡的氛圍 然後因為它是文創 那我的花意跟文創比較合適 然後我也喜歡創作 然後也喜歡教學 所以就想要在你尝试看看 对啊 因为感觉是花店来了之后 这边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就很多客人都会停下来看那边的花 对啊 那你除了就是卖这边的花以外 你还有进行什么样的课程吗 有 那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学生要进来做的 相框花 永生花相框花 这位客人呢 他是想要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所以呢 很有心耶 对 是个男生喔 然后也有胎球 真的吗 对 也有上胎球的课程 这些都是有胎课程的吗 还是说是 对 都是 像这样子也可以 基本上都是可以上课 就是一对一的教学的好处就是可以客制化 然后这边呢 外面就是我们的鲜花区 我觉得你很会选花耶 像这个就很特别 是 就是日本飞燕 看了心情就很好 蛮多那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她们就买了一束小花 然后在外面松烟 因为松烟的氛围很好 她们在外面就拍照 我们是为文青而设定的 就是 我们是高贵不贵 我们谢谢娜娜姐 不会 拜拜 欢迎你们来松烟 下一集还要带大家去看一家 只有在松烟才有的饰品柜位 以及黑卡中心的开箱 想知道更多松烟的故事 就期待下一集囉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